症状不论轻重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 极为重病 重病处理应先外内热源 后按推原始痛点 并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 必要时可用姜汤灌肠 以上处理方法 除按推原始痛点属医疗外 其余方法皆属保健 由此可知 原始点是以保健为主 通过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 间接修复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并以医疗为辅 通过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且禁用任何含量性钥医 唯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从而达到解决重病的目的 处理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手法需精准轻巧 虽然允许力量稍大或时间稍长 但要谨慎 以及病症亦有改善或病症恶化 体力变差都要停止操作 以避免过度消耗热能 重病患者一天按推两次 若病情需要 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按推次数可增加 总之 处理要以患者能承受为最高原则 而非越重越久越多次就越好 二 本处体伤的处理 要保持室内温暖舒服安静 及空气流通 且需配合运动休息及好心情 热源才较易被吸收 外内热源的使用 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感觉温暖舒服为最高原则 而非外热源越久越热 内热源越多越浓就越好 一 外热源 红豆袋 电热毯 暖贴等 常用于无窗口 姜粉泥 姜糕 姜糕 加姜粉等 常用于无窗口的原始痛点 硬结 肿块 皮肤病等 有窗口 则用姜粉 至于温姜汤 艾灸 远红外线 电热吹风机等 则不论有无窗口 皆适用 好 我们来看外热源 外热源 这里把它做一个比较粗烈的分类 也就是一般常用的 基于我们说的 外热源最主要以什么为原则 第一个干的 不要太湿 也就干的 然后能透气的 这个是我们最理想的 那至于要看看它有没有窗口 如果说它没有窗口 那红豆袋啊电热毯软贴这些就可以用 还有如果还有硬结肿块皮肤病了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 姜粉泥 姜膏 姜膏加姜粉 这个姜 姜粉泥一般最常用 我们前面放的很多案例啊 像牛皮血 红斑性狼妆 很多都用姜粉泥 直接涂上去 甚至还会保鲜膜把它包裹 但这个我说的 毕竟姜粉泥还是有一点湿 所以包裹还是要注意患者 能否承受 可以先试个 十分钟 它没有问题 再继续延长 所以开始这个 那至于姜膏就比较安全了 姜膏像我们烫香啊 这些也是常用的 至于姜膏加姜粉 我说的 这个就更广泛 我说姜膏 直接我们按推原始痛点 也可以用姜膏来 直接按推原始痛点 那你如果觉得 因为现在很多做姜膏 就是它力道比较薄弱一点 如果薄弱一点 那我们可以加一点 撒在上面姜粉 也可以姜粉泥 我说过 它也可以用怎么样 不用保鲜膜 它直接就怎么样 在我们按推的痛点上 直接姜粉泥 也就是姜粉加一点点热开水或姜汤 然后不要太稀哦 稍微稠稠的 直接在痛点上搓 那搓干了 热盐就很快进去 那严重的有时候可以 来回用个两三次 也就是好 搓干了之后 我再用姜粉泥 再重新涂一次 再重新涂一次 这样可以 差不多有两三次 那这样保证热盐一定可以进去 但所有的使用 还是要与患者能接受 那这几种是 我认为是很常用 而且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热盐 那至于有窗口 我们已经讲了 唯一答案 如果有窗口唯一答案就是用什么 姜粉直接撒就对了 这一路来这个 我看了很多案例 最后也是总结 还是姜粉最有效 直接就撒在伤口上 那至于下面这个温姜汤 因为温姜汤也可以清洗伤口 所以有伤口 这些都可以用 尤其这些 你看艾灸 远红外线 都是圆圆的 还有电热吹风机 不是直接接触 所以它有无伤口都可以用 只是这个就没有那么精准 所以如果要精准的话 有窗口直接撒姜粉 无窗口 那这些也是可以常用 所以我说按推的痛点上 也可以用这个 也是不只是硬结肿块皮肤病 还有我们按推的原始痛点上 也可以使用姜粉泥 姜糕 或姜糕撒上一些姜粉 这些都可以用 那这样大家在使用上 起码就有一个概念 这些都是总结 这很多案例中 大家比较习惯于用的方式 那我们再看下一段 以上仅供参考 无绝对性 重病温敷多以大面积 时间可达24小时 但都要以患者感觉温暖舒服才行 如杯红豆袋太热或太重 要改于暖贴 姜糕 姜粉泥等 局部温敷如天气闷热 则需空调降温后再温敷 好 我们来看外热源 因为这个没有规范 很多时候在使用上稍微不注意 有时候过热 还是会有出一些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红豆袋烫伤案例 詹女士 2014年4月27号在家发生中风 全身无法动弹 于2014年4月29号 家人使用红豆袋温敷 因没有顾虑患者说烫 加上红豆袋直接接触皮肤 导致烫伤 后又因家人使用点酒 伤口常常刮伤 导致溃烂 前后60天伤口复原 温敷红豆袋 没有隔一层衣服容易烫伤 2015年1月19号 伤口已完全复原 红豆袋烫伤的案例比较少 但软贴 因为它温度不容易控制 有些人不懂 直接就贴在皮肤 很容易灼伤 所以特别要小心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异味性皮肤炎灼伤案例 异味性皮肤炎案例 2016 3月17日早上起床的时候 发现脖子 胸口 双手臂 长了红疹子 一开始也不会痒 就不以为意 过两天之后 脖子跟胸口开始痒 就用姜汤清洗 清洗过后 觉得有比较不痒 胸口跟脖子大约一星期之后 红疹子就消了都好了 3月22号的时候 双手臂用生姜泥敷 然后再用保鲜膜封起来 再用毛巾裹着 暖暖包贴在外面纹敷 第一次敷完之后 拆掉感觉是舒服的 可是过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手开始刺痛 非常不舒服 然后大概到了六七个小时的时候 手臂长满了小水泡 他如果有体力 这个手在我的看法 决定会好 最后都是靠自己修夺 4月12日来基金会求助 来的时候师兄问我怎么处理 我就跟他说用姜粉 师兄说姜粉可能 只会让表面看起来干燥 可是怕里面还是有汤汁 也怕溃烂 所以建议用姜泥敷 可是姜泥一敷上去之后 因为皮肤太薄太刺痛了 所以没有办法敷姜泥 改用红外线照射 照射之后效果很好 组织液就不再留了 然后皮肤就渐渐干燥了 本来一天温敷四五个小时 改成十六十七个小时 然后运动量也再增加半个小时 所以状况就越来越好 4月22号的时候 伤口结痂的部分都全部都掉了 好 我们再来放一个 也是红豆袋 温敷过度的案例 温敷过度烫伤案例 刘先生74岁 曾与儿子一同学过原始点 但因理论学习不够深入 温敷严重过量 导致老人腹部腰部及臀部烫伤 起先只有腰痛 因处理不当 后来陆续出现湿劲 大小便无法分离 大便躺膝 每日二十多次 体力虚弱等症状 推完了以后啊 整块这个地方用姜泥把它敷上 完了以后用保鲜膜把它戴上以后啊 上面再放三个暖贴 热源太过了 太热了 热太大了 老人的背 屁股都烫坏了 对 都烫坏了好几次了 烫坏了以后用姜粉 抹了以后啊 过一过以后再恢复 前面也有吗 前面肚子也是 热量 一屁股 马上姜粉 以后保鲜膜一盖 以后上面放一般的是四个暖贴 屁股是六个 后背是三个 两个 12个暖贴 工艺点调理方案 按推 按推下背部 间锥 臀部 早晚各一次 内热源 有机姜片100克 与红参50克 加水一公斤熬至500毫升饮用 三餐由辛辣食物改为温热速食 外热源 白天运动以外时间 进行全身红豆袋温敷 晚上睡觉时 用温疗坦温敷 以病人感觉温暖舒服的温度为宜 运动 前两天无力运动 第三天起 每日逐渐增加运动量 心情愉悦 处理前后比对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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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张仪师 有没有张仪师的法名 也不会有啊 下面这些原始点 现在全国都普遍了 我非常感谢他 我刚刚讲说这个应该是软贴是吧 软贴 所以我说软贴那个温度 比较稍微不注意太多 有时候就容易了 好 那这个是软贴烫伤案例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面 一个灼伤案例 敷江灼伤案例 敷江灼伤案例 我在2017年4月5号 因香港脚 脚会痒 不舒服 用了点江灼 磨脚 并用保鲜膜包起来 中午时去爬 楼梯 运动 爬了4次共96层 但忘了把江灼及保鲜膜先拆下 等爬完后再拆下时 发现脚背上长了个小水泡 因没太在意 隔天整天一直穿包鞋不透气 等到了晚上 脚开始痛 晚上10点多回到家 不下鞋子后一看 水泡变成了超大水泡 且五根脚趾附近 议长了数个小水泡 因两年多前 去上过基金会的全部课程 且看过基金会做过很多案例 顾对脚上的超大水泡 不会太担心 因为我相信 连更严重的烧烫伤 都可以用原始点的方法做 好的那么快 我相信我的水泡也一定好得了 A开始还没有太痛 但到了4月9号晚上 痛到一站就整只脚都痛 顾到了4月10号 周一一早自电基金会询问 于早上10点自电基金会 寻求协助处理 到了基金会 志工教我先用姜汤清洁伤口后 用针刺破水泡 把水压出来 再用鲜姜泥抹上去 保鲜膜包起来 再用两条红豆袋包住 温敷 敷40分钟后拆除 并让伤口保持通风透气 回家后早晚各做一次 两天后伤口因已没那么痛 不在中伤下午开始去爬楼梯 并在家中搭配使用红外线等照射伤口 加强外热源 到了中午伤口已没太痛 并可碰水 到4月24号已可穿正常包鞋 且皮肤已大致恢复正常 其实这么大的水泡 一开始朋友看到都建议我去看医生 但因以前上过两次原始店 基金会讲座课程 及机主班与手法班 且网路上看过非常多的案例 对原始店深信不疑 知道虽然脚起水泡起应允当初将你使用不当 忘了拆下就爬楼梯 才造成过热 摩擦造成起水泡 隔天又太过乎热 没有及早处理 又穿一整天的鞋子 才造成恶化范围扩大 但也知道水能在周一年复周 故只要使用正确 将的使用是绝对正确的 我过去曾有大约5年的EUA性皮肤炎问题 且严重到只要一穿非有机棉的天然无毒衣服 四肢关节附近就会起红点 不舒服 我也是用将年级保鲜膜的方法处理的 到了去年下半年后就自然痊愈了 现在只算可以穿一般的衣物了 我觉得讲座的观念及理论真的很重要 对自身健康及原始店有兴趣的朋友 真的一定要把讲座好好看完 唯有如此才会对原始店有真正的了解 有了观念及理论再去看各种案例 才会对原始店的方法深信不疑 你们听到这里来 这一个患者如果给你们做 你们一开始还会这样做吗 会不会 那应该怎么做 已经答案再清楚 就是干透气 对吧 那就是姜粉 涂姜粉泥稠一点 然后搓它要的地方 然后搓干 然后让它透气也不要包扎什么 事实上后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那即便它已经成为大水泡了 那处理方法可以把它水挤出来 这个也没问题 那也可以用姜膏 了解吗 或是姜粉泥 但是我比较不喜欢这样 但是还好 因为基金会处理是用什么 40分钟后就把它拆掉 那如果要包很久 久了我又怕怎么样 又出现问题了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只要有水 然后你用包扎的方法 都容易有风险 所以尽量还是要保持怎么样 干透气 这个绝对是未来的一个大原则 那这样也比较安全 而且恢复力也很快的 直接进去也没什么问题 这样大家都没问题了吧 对于外热炎的使用的看法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二 内热源 内热源主要包括姜汤与姜粉 温热性饮食及姜汤灌肠 一 姜汤与姜粉 姜汤是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而成 重点在姜的品质 必须严格筛选 虽然用干姜片熬煮其药性 胜过鲜姜片 但仿无定法 不论用何种材料 以及用量浓度等 都要考虑个体差异 服用方法是少量多次 小口温热吞浮 以使热源的补充远远不断 如果紧急或不方便熬煮姜汤 也可用姜粉 但因姜粉不易消化 且可能含重金属 长期服用必须审慎 好 谈到那个姜 我认为最重要还是品质 这个品质会影响到后来的效果 所以选择上还是建议 以有机姜为主 那现在基金会的姜 我相信也是用有机姜 现在基金会的 那品质非常好 所以它的浓度还有喝起来 感觉都特别好 那各地方的姜的品质 都不大一样 包括制造出来的也不大一样 比如说十斤的生姜 能够制一斤的干姜片 也不一定 每个地方好的有时候比较扎实的 事实上可以不用到十斤 可能七八斤就可以换算成 一斤的干姜片了 所以真的各地的品质 世界各地的品质 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但反正总的一个原则 以有机姜尤其重病患者 这是比较安全的 那至于这些生姜片好 还是干姜片好 法无定法 只是你要了解 干姜片它的热性 温热性比生姜片还要怎么样 还要融 还要强烈 所以重病患者如果急寒 还是以干姜片 而且干姜片方便 你不用再洗姜切姜 重病患者没体力搞 所以我建议重病患者 还是以干姜片 那如果有人已经制造好的干姜片 你确定品质好 就以这样就好 然后熬煮也方便 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熬煮了 省掉很多麻烦 那姜粉是不可替代的 为什么 出外旅行你不可能拿着姜片 然后熬煮锅 然后一路这样出去旅行 不大可能 所以出外旅行 大部分还是用姜粉 还有一些偏沿地区 它根本没什么电 那还是以姜粉为主 只是说姜粉它含有重金属 有时候会有 那长期吃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反正也没有人吃有机姜 吃到重金属怎么样的 我到目前都没有听过 包括星巴威他们大量应用 我也问过他们的问题 这些问题他们好像也没有 发现有什么 所以还好 然后姜粉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还可以外用对不对 所以等于都解决了 内服外用它都可以 所以姜粉还是蛮方便的